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吧 是 大官 兄弟们 不要着急 一连为单位 一个连一个连的零 清楚没有 谢谢 看什么看 弟兄们 人家两百师在缅甸战功卓著 又历经了千辛万苦 才回到祖国的 发新军装 那是应该的吗 他们是祖国的脸面 我们的新军装 顾市长已经到宝山去催了 马上就拿来了 再说了 弟兄们 我们运尔师不就是穿着旧军装 打仗出名的吗 是 是 是 好样的 弟兄们 侯副市长 他们长 我 弟兄们 想回去吧 是 是 你看 育尔师和两百师 守心守备都是国家的军队 而且这次呢 有偿门你们的接应和照顾 我实在是无以为谢 而且我知道 你的行李也不好受 要不这样 这批军装 我先云一半给归舍的弟兄们 也算是我们的一点谢意 你看 那怎么行啊 参谱长 我们这支杂炮军 穷虽然是穷的 可我们的气儿 从来没短过 我要是接受了你的这番好意 师长回来 那还不骂死我呀 好 那我跟你们讲 不过我还有一份信念 我想 你一定不会去找 老兄 两百师在我们心目中 他就是英雄 我们运尔师奋力地营救你们 没有丝毫的毒包子 你先看看家伙来说 拿过来 来 怎么样 好刀啊 早上你不是说缺少钢骨好大刀吗 这样刀我们有两百多刀 钢火精髓和日本军刀有一定 就是靠了它 在沿北的密营里拔藤砍树 才能走出有缘山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就全部送给你 送给我 好 那我试试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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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达 你这这个礼 可比那军府强多了 小鬼子呀小鬼子 你们就等着来看吧 怎么着 谢谢你的美意 我就说了 你是肯定不会拒绝的 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你看 我看就算了吧 不就一只鹅的事吗 坚决不行 今天是一只鹅 明天可能就是一个大姑娘 大姑娘 你有我可没有啊 你少给我胡扯 我那是自由恋爱 你这叫巧取豪夺 你小子是什么都敢干的 嫌部队伙食不好是吧 你去看看 癫心的老百姓 现在吃的都是什么 咱们这么多军人 在这儿驻扎着 全靠当地的老百姓 接济咱们 他们是谁啊 是你我的青爹娘 看你干的这些事 还敢以抗日英雄刺激 我看你就是一个土匪 我是北方人 天天知红书我受不了 少给我狡辩 北方人受不了 那合着我们南方人 就应该挺的呀 小林他是外国人 我不告诉你 佟空极 你小子以后再敢动老乡东西 我把你手剁了 大伯 真是对不起啊 这鹅呢 让这王八蛋给吃了 不过我向您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 再敢回海乡亲们了 千万把家里的大小伤口 都看好了 特别要防备那些 偷鸡摸骨的东西 一点小心意 您收下 收着 收着 我向您赔个不是 您别往心里去 好吧 那谢谢了啊 走走走 真是对不住了 真是对不住了 一百二十 不是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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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同心 那么大一只鹅 你小子就没吃了 都吃 连骨子 都没剩 你我是生死兄弟吧 你就没想到 给你的长官 你知道我 老曹 还有小林子 有他娘的多长时间 没吃到鹅肉了吗 我们都好长时间 没吃到肉了 一个人就 吃足食啊 对啊 吃足食 我意思 我意思 就一直 我 他 一块儿打烟 一块儿打烟 可以买多少车啊 欢警闭 凡醒一个时辰 是 别电我 请 将军 这是您最后修改过的 安娜积木计划 已经打印好了 David 现在我们可以带着这份计划 去重庆 见你们江委员长 你爸还在不在重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担心他了 因为我这一次我跟花生米先生交谈的时候我希望他在 因为我希望我们这个花生米组司令了解了两件事 第一 上次日本人从哪儿把我们打走了 我们这一次就在哪儿把他们打败了 第二 这一次 不能像上次似的 这一次我必须得是一个真正的主帅 真正的参谋证 这一次我必须得是一个真正的主帅 真正的参谋证 我放的每一个屁 都得行 我放的每一个屁 我放的每一个屁 都得行 好嘞好嘞 好嘞好嘞 那个泥霍的再再再干一点 别太西容 好嘞好嘞 各位长官 下来喝点水吧 不用了是老婆 是老婆 你别忙了 曹长官 来 喝点 怎么不见你们同长官 他犯错误了 他什么错误了 前几天啊 他抢了老乡的一只鹅吃 被我们营长啊 臭骂了一顿 他活该 一只鹅 吃就吃了嘛 难道 还留着给扫荡的日本鬼子吃啊 这老乡也是 这不至于吗 我就不一样 趁你们啊 来到我们青管官 那是我们的福分了 你 该让大家休息了 行了 世老婆 应该的 您就让巧妹 叫一声冰 冰哥哥就行 美的你 叫冰哥哥也拢不上你啊 是不是 对啊 去去去去去 我跟你说 只能叫你一声冰上帝 巧妹 是不是啊 行 人家巧妹可没那么学的 我帮巧妹叫伙子 巧妹我来了 这个叫伙子 算了算了 你看 你们在缅甸作战 立了功 吃了苦 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 你现在 到我们滕北 是让你们休养 你看 看老力大将 来 把他休息 把他休息 自从我们住到你们家来 你和巧妹想方设法地照顾你 你得让我们报道报道您照顾 您看到 你们家的物都写了 我们把它修好 修正了 这可是我们营长给我的任务 我哪敢不执行啊 段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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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房子呀 都爱了十年了 段 再过十年也倒不了 让他想歇歇 您就随他们吧 当兵的不打仗就得干活 要不这帮小子骨头就得发热 您放心吧 他们只能给您弄好 不能给您弄坏 我这心里怎么不是老人呢 老公 我想借您个宝贝用品 借什么呀 屋里头没成功 行 三哥 嗯 是大晚上的跑车来干嘛呀 打猎呀 大晚上的打什么猎呀 有些动物是晚上猜出来的 有些动物是晚上猜出来的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每天晚上也睡不好 末度 你闭上眼睛吧 我脑子里确实没跟那些事 三哥 你说这仗 什么时候能打完呀 不知道 三年 那十五年 你男人 我选择你了 你没有上海 你不可 我去医学院身走 做一名外科医生 我看得没错 你能不可 我看得没错 你不可 你不可 我看得不可 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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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讲个故事了 在两千年前 在古罗马战场 有一个骑士 他骁勇善战 长得英俊 还有男人秦云 毕竟是个将军的儿子 他无数次在战场 杀退了侵略者的精口 保卫着他的组合 很多黄金贵族的女孩吧 就非常爱着她 可奇了怪了 她偏偏就喜欢上了 她妹妹的东西 这女孩吧 长得不是很娘娘 给人感觉却很温暖 这男孩呢 脾气剧 好面子 怎么也没有勇气 向这个女孩表白 她想啊想啊想啊 这可怎么办呀 直到有一天 大敌当前 她马上就要踏上战场 她一想 这可怎么办呀 战死倒不怕 怕的是死了后 还没有来得及 向自己心爱的女人去表白 你说这多远呀 对吧 是有点远啊 我要是那个骑士 一定大胆地向心爱的人表白 真的 嗯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我爱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想和你 就是现在 好 好 过 有没有 破 好 让登 语尼中队 什么 我想知道 那个骑士的名字 难知过 将军 你坐上吧 大哥都顾了 就死杨大爷 多上来嘛 哪里得很你 对吧 是 你觉得重庆的山 一野人山 还能走吗 还有这没有可比性 酒精人不小了 赌香随俗 我从来说 这边啊 穷人抬华丹 富人坐华丹 我不是有见面的 你说对吧 上来上吧 美隔政府给中国客战的钱 不都在您口袋里吗 那是美国顾名的帅钱 不是我的 行 我请你 快坐上去吧 你这种事问都坐不了 他们这些人该喝西北风了 你先付好了对吧 那是什么问题 杨大爷 你看你咋说的 钱是付过了 不过我们真的是辛苦钱 不是花头钱 你昨晚我们把这份钱 真的安心点的 是不是 这是媳妇 那 好好训练 别人能成为一个好病 行 好的 哈哈哈 那我就让你们安安心吧 还问点 看着见到三颗星了吗 我晓得 宗晓们 嘿 宗教 宗教啊 对 陈老师 大 一件事 中心事 昨天是 捁事好 好 大克斯金文会 往西看 好 OK 我这次来重庆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您 中国最高的统帅 当面上订这个作战计划 中国有句话 叫前世不忘后世之事 缅甸战场上的失败 还没有很好的检讨 现在就谈什么反攻计划 你不觉得为止或早点吗 现在整个缅甸都是日本人的天下 就连滇西都已经落入了日寇的手上 请问将军阁下 这个责任谁来负 杜宇明 还是我 总算命不想 缅甸战场的将军太多了 名义上是我指挥他 但实际上指挥权却在杜宇明手上 为李王汉之取他根本就不来 即使后来您派了罗卓英 来协调我跟杜宇明之间的问题 但他还起了反作用 让我们指挥系统更加复杂 也许您觉得三个臭皮匠 能顶过一个诸葛亮 但实际上是三个和尚 没水吃 这就是缅甸党败仗 真是原因 将军不愧为是个中国同案 甚至能够熟练地运用 中国的俗语和点语 我佩服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外国人 能够真正懂得中国 也没有一个外国指挥官 能够真正理解 我把军队交给 对一个非常实习的中国领袖 是何必要的重要 董司令阁下 如果没有您的直接电视 杜宇明也许还能执行我下的命令 但正是你的阅迹收益 让他觉得有我 他可以把我 他的直接上司 完全不放在眼里 这是灵出多门 这就是灭殿惨败的主因 每个人都能执行 每个人都能执行 你从前线发回来的每一篇报道我都看了 现在觉得放你回去坐牢本行是对的 只是你几次遇险真的是让我提心吊胆的 谢谢夫人牵挂 也许正因为有了您的牵挂才每次把我从险境中拉了出来 这次入勉作战失利朝野上下是议论纷纷 很多人的矛头直接指向施立威将军 抱怨说他不会打仗 还说委员长不应该把指挥权交给他 你在缅甸那么久了 可以说是目睹了缅战的整个全过程 以你的观点能不能告诉我 你觉得这次失败的原因主要在哪里 我只是个战地记者 高层的争论我不完全了解 但施立威平易近人 每每深入第一线是深得士兵和下级军官爱戴的 而且我了解到 施立威只会不动某些中国部队 尤其是杜与明的部队 免战失利除了日本军队行军神速外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恐怕是最大的原因 这次我是和杜长官同机回国的 原本想好好采访他一下 可我看他心情实在是痛苦 只好放弃了 对于最后退兵野人山 杜与明是深有回忆的 这一战的失利 对于我国的元气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还产生了连锁反应 进来 夫人 师弟威将军已经到了 他是来赴京请罪呢 还是兴师问罪呢 保证 General I'm so happy to see you again We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your safety 但是我看到你所說的 在 New Delhi的報告 我感到驚訝 他們把你承認成一個英雄 女士, 成為敗敗和拒絕的總統 那是很誇張的 而且我還不可以跟我的偉領 當我看到你 我來中國 不去戰鬥 我希望你能不得意义 但讨论我和我的侦领 总统,我抱歉我只是太晚了 你必须知道 你两个抗力的抗力 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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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明白 我希望你明白 我会让你解释他 女士 谢谢您的关系 我对我拒绝了我拒绝了我拒绝了 但我希望您知道 我来到中国为了一个原因 而一个原因单独的 而是为了敲逐的Jab 而到此之后 我必须完全诚实的 专业的事专业 对所有事专业的事专业 很好 我会向你拒绝的事专业 and I speak for him Then I thank you for your struggle and suffering for China Now please return to your quarters and rest Thank you madam Please inform the general that I await his orders Alright Now please Darling 史迪威是美国人 他们的思维跟中国人不一样 对于缅甸战区的形势 他一定是不突不快 换个思维想 这也是一种忠诚 我不要这样的忠诚 他是我的参谋政 还是我的太上皇 史迪威的坏脾气 是众所周知的 可他毕竟是代表美国 代表罗斯福总统 来跟我们一同抗日的 缅甸的败局已成事实 这个时候还互相抱怨 与事无补 关键是要商量下一步 该怎么办 将军 该吃午饭了 你得问您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按时吃饭吗 当然不是 但是一日三餐总得吃吧 我的安纳积木计划 我交给委员长都快十天了 没反应 我求见 我没答复 老爹 这次您彻底把委员长给夺罪了 我说的只是实话而已 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 您这叫犯上作乱 是中国得罪人最严重的一种 他不是皇上 我也不是大臣 当然 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 最有权的那个人 他就是皇上 哥 我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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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here to help the Chinese fight the Japs What I am not here to do Is to kowtow to some freaky little peanut Who thinks that he's an emperor And kid You know that He's not an emperor But he's the boss General The journalist Shui Jing Xuan From the Central Reporting Agency Is here to see you Shui Jing Xuan Dismissed Shui Jing Xuan Sam女士 我非常高兴见你 但是如果您是来采访我的话 一定会很失望 因为这十天啊 我一直在重庆 无所事事地吃干饭 将军 这次我不是来采访您的 我是受夫人的委托 专程来看望您 并将别人送给她的礼物 转赠给将军 您看 这个是产自云南样笔县的核桃 叫样笔核桃 这种花生啊 是产自四川本地 叫天府花生 夫人说啊 现在战事困难 也没什么好东西 就把这两样 中国老百姓送的礼物 转赠给将军 表达一点中国人民 对将军的谢意 请替我转达对夫人的谢意 请替我转达对夫人的谢意 请替我 军 确认命 后终的信息 脸金选女士 还有什么 其他的我可以帮助你的吗 我的任务完成了 告辞 我让我的部分阻碍 好的 记者女士 如果我这里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也许我会把这个消息 我给你导致给你 谢谢 还会 我的宝贝 你知不知道 中国人有一个女士 否则 Chen Kai-shei 会成了皇帝 好 让我们看看 这叫羊笔核桃 这叫羊笔核桃 但说实话我还是记得天府的花生好 错了 还是核桃好 因为核桃它是有思想的进步 你看 它的果汁就像一个人的大脑 但花生米这可不一样了 光溜溜的 就特别像 谁在脑子 大灵 史迪威的冷板凳 你还打算让他做多久啊 他五月下旬就到了印度 六月底才来见我 见着面还出言不逊 他让我做了一个月的冷板凳 我让他做半个月不为国吧 如果打不通天免公路 那我们的圆滑物资怎么运进来 又怎么谈长期支持抗战 难道就是靠陈纳德的驼峰航线吗 驼峰航线像个小细血管 起到杯水车心的作用 而滇满公路是大动脉 现在 连这个细血管都快堵塞了 你跟史迪威 彼此让对方做冷板凳的结果就是 史迪威本来答应援助中国的 B-29轰炸机队 已经飞完北飞了 他还放出话来说 所有的圆滑物资都将重新分配 这可不是儿戏呀 你使命为欺人猜谁 我不要这样子探不上 谁给我醒来的 谁给我送回去 夫人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抗认 那是为了中国人的尊严 如果美国人不给我们这个尊严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美国合作呢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史迪威还在重庆等着呢 现在就有点像三国时期 你赤笔之战 孙刘联合抗曹 孙刘绝不可以分裂 一旦分裂 曹兵尽收天下 当年刘备是派诸葛亮当东武 可今天 罗斯福派的不是诸葛亮 而是一个完全不懂礼貌的野张飞 那你看看 你 这孙前和张飞 他俩能谈得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需要一个 居中调停的鲁肃 段忠仪呢 我派她到滇西 树立尔本师的事宜去了 马上把这个鲁肃请回来 这里比滇西更需要的 我熬不住了 我熬不住了 我们已经在重庆十几天了 除了吃干饭 什么事也没做 我告诉你 这十几天 比走出缅甸那十几天还痛苦 这状态的状态 所谓我不顾卫市长的反对 偷偷带你吃小吃 我父亲曾经说过 志伟在民间 对 你父亲现在在哪里 他被委员长派到滇西 接应二百十九 二百十都回来了 他怎么还没回来 你想办法 让你的父亲赶紧回来 只有他才能协调 我和委员长的问题 将军这不行 你老婆有什么消息 就让这些来叫减让我的胃吧 这样或许能让我的心脏轻松一些 你和史迪威不和 我立即到美国去做工作 我费了多大的努力 现在美国方面同意撤换史迪威 你却变卦了 你怎么能这样反反复复 朝令夕改呢 宋子文 你不要认为你是我其咎 你就可以这样的不尊重我 你晓得吗 东南亚战区司令长官 英国人蒙巴顿寻爵 就已经明确地表示过 只要史迪威离开中国 英国军队就不再配合中国军队 再免得一切行动 你让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那我该怎么办 你出尔反尔 不仅让我在美国无法开展工作 而且让美国政府内部那些 反史迪威的人士陷入了最大的困境 这是外交不是儿戏 是 那是你们的外交 死尾 安全 我队里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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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杨栋梁 不准备 西牵扯 西牵扯 爹爹 傻鬼的爆爆枪 给老公来 中文字幕——YK